9月25日,中人民解放军海军新型两栖攻击舰 首舰在上海正式下水 这型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两栖攻击舰 具有较强的两栖作战能力和执行任务能力 下一步,该舰将按照计划开展一系列的调试和纪博航行试验等一些工作 关于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和裂装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周期 这艘舰在国庆前夕下水 确实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增添了很多节日的气氛,悉心气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